《野放》 《野放》就是非主流 不是體制出來的 圖就是在圖中一直在進行 也一直在這條路上走著 然後《野放》就是讓我覺得說 藝術其實跟所有的科別都不一樣 它就是要你與眾不同 你就是要獨樹一格 你就是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與眾不同的個體 我覺得藝術就是要這樣 紀錄了這一次疫情發生的事 從剛開始疫情突然發生 人類可能手無寸鐵的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多生命就在這樣的 很快的就去世了 也來不及告別 所以我也在那個階段 我也畫了包括就是說 在疫情中祝福這些來不及 告別的 生離死別的一些倉俐 那有我的祝福 還有我的反省 那時候口罩還沒那麼盛行的時候 我就已經這樣的搭配 如果廣義的來說 我覺得每一個作者 他的作品其實都投射出他自己的自畫像 只是以不同的媒材 是因為有人類藝術才存在 是因為有人類藝術才存在 所以我比較關注的就是 人與這個世界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才會專注在人這方面 所以才會有這樣想要形塑出 這樣的一個形象 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來說 我覺得我自己的東西 比較偏向於陰性的書寫 在裡面所建構的人物的服裝 或是他們的一個搭配 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女性會去關注到 注意到的 我覺得我好像只有繪畫 可以讓我尋找到生命的意義 這件事或是自我存在的意義的時候 我就把我全部的 就是生命的一個力量投注在創作這樣 這不只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 這也是我看待雲雲眾生的方式 就是這些人 是我是你是她 是這個世界的雲雲眾生 我只是用這樣的一個女性圖像 在說這個島嶼 這個台灣或是這個世界 它發生的事 啊 有些人 是 對 不停 是